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是怀才不遇 无人赏识时 该怎么做才为终 我们自己将心比心 善待他人 却被别人恶意伤害时 该如何做才为数 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中数二次 生活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 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 于丹教授讲论语感悟之中数之道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大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 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外在的迷惑太多 变化太多 千变万幻里面 有什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自己心里的依据到底在哪 有一次呢 这个孔子给学生上课 他跟他的学生曾子 曾申说 他说身虎物道一以贯之 他说你知道吗 我自己做人做事的道理啊 有一个不变应万变 一以贯之根本的出发点 曾子呢就心领神会 说唯我明白 子初孔子走了 这个门人他底下的那些同学就问他 说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呀 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呀 曾子就给他们解释了一句话 说夫子之道 忠述而已矣 也就是说 孔子这一生 做人做事 最根本的出发点 这个道理就是忠述二字 何谓忠何谓述呢 宋代朱喜先生解释忠述两个字 说得很好 非常简单 他说进己之为忠 推己之为数 也就是说进自己的心是忠 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数 他还进一步说 你看这两个中国字 他还进一步说